太享受你那舒服的沙发吗 不管你程度怎么样 有氧运动都是燃烧度油 最简单最好的方法 你可以把脂肪走掉 慢跑掉 快跑掉 你不太有伤到自己的风险 这种运动冲击力低 对骨头好 而且最棒的是 这会加速行程代谢和心跳率 弄爽好鞋 慢慢起步 日本有些人练慢慢跑 即便如此 还是燃烧掉一堆热量 除了减重之外 你还能获得新鲜空气 多见识世界 精神上也休息一下 你赢得的我们都是吧 居家有氧运动 能减去寻找好地方跑步 或骑车的压力 跳绳很棒 能让心脏跳起来 血流动起来 而且又有趣 远离放满小饰品的书柜就行了 没跳绳 那用电线代替 效果一样好 确保茶头先拔掉就行了 一天几分钟就能在身上发挥奇效 此外 因为好玩 所以不太觉得在健身 卷腹训练是燃脂的顶尖运动之一 这可非空穴来风 尽管让你的肚子酸痛 但燃脂效果 就像我爸把牛排煮太熟 就如所有运动 慢慢起步的效益最好 重点不是做几下 而是要做对才行 收紧腹肌 收下巴 慢慢来 试着自然呼吸 想要减重并动到身体每条肌肉吗 波比跳或许是你的解答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波比跳听起来像是惩罚 并非每个人都会把波比跳当乐子 但它依旧是减重最有效的其中一招 最棒的是你不需要任何设备 步骤一 从平板支撑的姿势开始 步骤二 脚向前弹跳 回复蹲姿 步骤三 尽力往上跳 落地深蹲 就是这么简单 波比跳是发你来当全身性激烈运动的 这能燃烧许多热量 能比许多其他运动多燃烧50%的脂肪 做30秒波比跳 然后休息30秒 几个星期后 你那刁凿过的崭新身体会感谢你的 谢谢 重训能借由加速新陈代谢来快速燃脂 有氧燃脂也很快 但你做重训燃脂会更久 训练结束几个小时后 仍能继续燃脂 不是每个人家里都会有哑铃 那就发挥创意 装满衣服的洗衣篮 你的狗 装满冷冻意大利面酱的保鲜盒 只要有重量你就可以举 只是记得要从轻的东西开始 慢慢换成越来越重的东西举 理想的健身 应该是结合有氧和重训 这样能燃脂又能练肌肉 瑜伽成为最热门的运动之一 也让压力获得释放 它并非以减重闻名 但确实能燃烧许多热量 还有许多其他的健康效益 一般男性只要坐瑜伽30分钟 就能燃烧大约150大卡 瑜伽也有益于正念认知 柔软度 平衡 控制食物摄取 以及更重要的 减轻压力 瑜伽最棒的部分是 你在家里就能坐 随时能坐 只要确保手边有条毛巾就行 瑜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讲过巧克力减重了吗 没 我还没 不过 你没有在做梦 是真的 黑巧克力的热量高 所以你只需要一小口 没人会抱怨吧 谁会吃一小口就停啊 黑巧克力里的单元 不饱和脂肪酸 是健康的脂肪 身体用它来燃烧热量 这些美味的巧克力酯 也有助于控制你对糖 和其他不良食物的渴望 进食前 吃一小块 就能减缓消化 让你饱足更久 你不会觉得吃一堆脂肪 能帮你减重 但好脂肪确实是存在的 其实有各种美味的脂肪 等着被吃下肚 像是蛋 坚果 酪梨 这样的食物 能健康的协助减少肚油 淋一点橄榄油 也无伤大雅 高脂肪鱼类 如鲑鱼和鲑鱼 充满Omega 3脂肪酸 这不只将肚油当目标 还会锁定所有的脂肪 健康的脂肪 热量高 所以也别太疯狂 维持健康均衡的饮食就好 减肚油 没有比晚上好好休息更简单的方法了 你真的会在睡觉时减掉脂肪 身体这时候在修复肌肉 清除毒素 并把脂肪 转成明天的能量 你若没有每天晚上好好休息 身体反应就会释放压力荷尔蒙皮脂醇 这会让你的身体处于 战逃状态 而非修复燃脂状态 睡不够可能会让你吃更多 因为身体在担心要不要预先存一点 你想睡了 非常想睡了 等我弹手指 你就会把最后一颗甜甜圈交给我 如果你再找其他改变饮食和运动的方法 催眠或许是跳脱传统的招式 破除救习并非意识 有些人需要协助才能改变行为 暴食 不想运动 不良睡眠习惯 这些都可能用催眠改变 事事又无伤 尤其是你真的难以改变自己行为的时候 催眠的唯一问题点是 如果你很固执 它可能没用 我们减重最接近魔药的 肯定是茶了 绿茶充满抗氧化剂 是减重的良方 此外 喝茶让你健康又补充水分 绿茶的味道不是人人爱 那就用其他燃烧脂肪成分加点料 肉桂和姜会刺激胃的新陈代谢 把那些脂肪细胞在肚里燃烧掉 一片柠檬或一点蜂蜜也有帮助 如果绿茶不是你的菜 抹茶的抗氧化剂还更多 不过要小心 很多公司在抹茶里加糖 一定要看标识 我们都会间歇性断食 而且根本不自知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断食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 近期变得蛮受欢迎的 间歇性断食 重点是改变你的饮食规律 短时间断食 让身体有时间消化 你已经吃下肚的所有东西 给器官自我清洁时间 你不再计算热量 而是要计算时间 这很简单 只要别太晚吃晚餐 也别太早吃早餐 这样你就有整整十个小时的断食建具 让身体把肚油断开 只要记住 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你还是吃普通量的食物 这很重要 高鲜食物 比较有饱足感 食青花菜 豆子 坚果类的食物 会让你不伸手去拿更多食物 纤维帮助你清理消化系统 吸收更多营养 维生素和矿物质 披萨和汉堡 充满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 没错 这些会让你饱足一会 然后你就又饿了 但并非所有的披萨和汉堡都一样 意大利披萨的饼超薄 起司也没纽约或芝加哥风味的多 心情不好 想来点酥脆零食的时候 很难只吃蔬菜水果 但身体之后会感谢你的 试试看换乘客杏仁 切点小黄瓜或红萝卜 最后一点 没很多人讨论 不过 减少生活压力 可能对腰围尺寸很不错 一点一点更加快乐 更外向 并减少沮丧 可能会形成巨大的差异 就算只是多笑笑 来笑一个 你看起来很棒哦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